苹果记者谨慎观察 柯文哲弃一从政这五年 博拼总统路的风轨 今天是农历7月1日鬼门开 好兄弟才刚放假出来 果然台湾政坛立马乱成一团 最受人瞩目的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正式宣布要在下周二蒋味水生日 也是柯文哲自己生日当天 要成立台湾民众党 企图在蓝绿袈裟之下 走出白色力量自己的路 他民众党有他的历史 但是他也有新时代的历史 其实回顾柯文哲从政之路 2011年台大医院爆发艾滋病弃捐案 导致柯文哲遭到惩处 让他决心以武党籍政治素人身份 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 当时获得民进党权力支援 加上年轻世代网络族群热情支持 最终大胜国民党籍候选人 联盛文成功入主台北市政府 即便没有党派背景 柯文哲第一任市长任期内 面对蓝绿议员袈裟 凭借着网络空军声量 始终维持绳势不坠 也被外界看好能顺利连任 甚至放眼2020总统大位 然而2018年选举时 面对国民两党都派出候选人 在萨卡都选战中 没有党派奥援的柯文哲 选起来相当辛苦 虽然最后仍以3000多票险胜 让他多次直言 只有空军没有陆军 真的相当辛苦 这种组织战 也不是一天两天 甚至一年两年可以做起来 没那么容易 所以会觉得说没有政党的支援 要基层动员是有难度的 相当困难 因此无论选前选后 外界始终有传闻 柯文哲将组党凝聚第三势力 突破蓝绿假杀状况 但在昨天以前 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市长你有考虑要组党吗 面对2020总统大选 柯文哲至今仍未表态是否参战 而他也承认 对于没有做完台北市长就参选 有无法跨越的心理障碍 但不可讳言的 就算不参选2020 2022台北市长任期结束后 柯文哲如何延续政坛影响力 以及凝聚第三势力 阻挡已事无可避免的选择 而且无论柯文哲是否参选总统 明年立委选战 只要能将柯的人气兑现成政党票 就有机会争取不分区立委席次 将白色力量带入立法院 争取更多合纵连横的空间 立法院还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 很多的法令还在立法院处理 所以进军国会的确是我们一个目标 学者认为柯文哲一直想要找到 蓝绿之间他可以走的路 藉由凸显蓝绿都做不好 彰显第三势力的价值 透过阻挡争取立委席次 可以拓展白色力量陆军的基础实力 如果国财民度出来的话 他还是不排除在这一次 冰险朝平 因为政党还是要用一个 所谓的母级来战 今天先要有国会席次 也在整个台湾的民间 他的陆军上有基础的实力 所以也许他的重点就是 白财主打先取得国会的席次 在政治上先探一股力量 然后把他的组织在各地能够建立起来 除党其实是政治人物 要允许他政治上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至于未来台名党是否真如网友所言 跟首富郭台铭合作恭喜大位 未来还有更多整合的工作需要努力 那我想对他最好的算盘是 郭台铭如果这次参选 那他其实就可以做后备部队 协助郭台铭 他的目标可能都是放在2024 2024他觉得最绚丽成长 他的陆军也超比最稳 他自己也卸任了台北市长这个角色 双方可能还停在一个互相探寻的过程吧 那我觉得要走向合作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吧